歡迎收看股市資助人 我是資助人阿浩 各位好朋友 很多人來到這個股票起貨市場 都是只有一個目的 想要來賺錢 想要來獲取這個利潤 很多人也非常用心 找了很多方法 甚至找團隊來幫助自己 想要在這個市場上 真的去賺得到錢 但是往往請貴拿到招 常常都是得不償勢 不如自己的一個預期 所以很多人會想說 到底要怎麼樣去評估 到底市面上台面上 每個團隊都說他最厲害 但是誰講的是真的 誰講的是假的 其實很簡單 我們看一下我們今天的主題 你就會得到答案了 來 我們先看 證據就是事實 證據就是你想要的獲利 各位很實在 拿不出證據的都是假的 這是很簡單的道理嘛 所以各位 市場上唯一講在前面的 敢拿證據給你看的 那個就是你真正值得信賴的團隊嘛 所以各位合併 我們回過頭來看 來 阿豪在獎盤的時候 你會發現我有一個特色 我不會像人在說盤的時候 發得很大聲 說得很大聲 到底是真的還是假的 各位 都不用賺 都不用爭 因為證據會幫阿豪老師講話 各位我們就今天直接就來看證據 來各位好朋友 我們錄影的這一天是禮拜五 禮拜五 來 這一個禮拜以來 阿豪是不是跟各位做了一個 非常非常重要的一個預告 如果有掌握到這個預告的 你絕對是這個市場上最大的贏家 來這個預告是什麼 各位 大紅燈籠高高掛 各位 這大紅燈籠 當你要辦喜事的時候 你才會把燈籠拿出來嗎 各位 那你把燈籠拿出來了 你會把它擺在地板上嗎 那有人燈籠是掛在地板上的 不可能嘛 所以各位 當你看到大紅燈籠高高掛的時候 就表示 台股要辦喜事了 表示這個台股要大漲了 所以你一定要搞清楚方向 來各位我們回過頭來看 阿豪的證據在哪裡 禮拜三 也就是感恩節的前夕 阿豪是不是在同樣的這個時間 同樣的這個時段 在盤後的這個節目是不是跟大家說 大紅燈籠高高掛 方向搞不清的 你如果黑白去扛那肯定掛 因為拉公沒有回頭見嘛 感恩前夕再怎麼笨 你也要懂得去布局多方部位 有沒有講在前面 各位 禮拜三這樣子盤後節目跟各位去做一個預告 那我在禮拜三盤中的時候 我要怎麼帶領會員朋友說 我要怎麼帶領會員朋友去操作 來我們直接講證據 證據在哪裡各位 禮拜三 11月26號1點28分 是不是快要收盤了 我們請所有的會員朋友 所有波段多單 不管是台子期電子期金融期 全部續報 因為明天即將向上噴出 各位 那既然 叫我們所有的會員朋友 所有的一個波段多單 全部續報 那表示我們在這之前 已經有動作囉 有動作我們看有多單 多單是進在什麼地方 各位 證據告訴你 直接看 來 禮拜三這一天 8點23分 還沒有開盤 在盤前 8點23分 我們是不是就請會員朋友 9100 看多不便 各位 當天的低點在哪裡 9102 是不是已經建立好 12月份的一個合約了 來 12月份的合約 然後續報流倉 各位 禮拜三這一天 12月份的合約 收盤收多少 9102 好 是不是跟各位講 大紅燈籠高高掛 感恩前戲 無論如何 你一定要建立多方部位 各位 是不是講在前面 那禮拜四 有沒有證據 就幫阿浩老師講話了 大漲133點 各位 硬是從9102 再漲到了9235 這是不是已經幫阿浩老師講話了 好 這個是12月份的一個合約的部分 那 你不是說還有金融期 還有電子期 證據在哪裡 我們直接看證據 來 證據都幫阿浩老師講話了 直接看 來 禮拜三 同樣是感恩節的前戲 我們是不是請我們的會員朋友 進場去布局多單了 金融 直接市價就多了啦 不用囉嗦啦 1093.8 直接多 各位 1093.8 這個是禮拜三 布建的多方部位 禮拜三 阿浩老師在收盤之前 是不是請所有的會員朋友 鋪斷多單 不管是台紙金融 電子全部流倉 各位 我們來看 禮拜三這一天 收盤金融是收多少 1093 各位 1093 是禮拜三的一個收盤價 禮拜四 是不是馬上感恩節 阿浩老師是不是在禮拜三的盤後節目 就給大家預告了 大紅燈籠高高掛 你在怎麼笨的感恩前夕 一定要建立多方部位 各位 禮拜三的金融是收1093 禮拜四 硬是給你上漲九大點 來到1102 各位 這個一大點代表1千塊 九大點九千塊 這個阿浩就不再跟各位去做一個強調了 各位 還有一個更刺激的 哪一個是更加刺激 來 禮拜二這一天 我們更是提早佈局電子期 361直接就是多了啦 361直接就多 禮拜二就去佈局了 各位 禮拜三的時候 好 是不是在收盤之前 請我們所有的會員朋友 不管是台紙 金融 電子 全部多單續報流倉 各位 光是禮拜三喔 收盤它已經從361 是不是已經漲到362.65了 各位 那你如果在這個地方 全力再佈局多單了 各位 禮拜四 你就看到368了 光是禮拜三到禮拜四 一天就給你上漲五大點 各位 電子期一大點 代表四千塊 代表的是四千塊 那各位 當它已經漲到368的時候 阿浩老師在禮拜二請 會員朋友佈局的361多單 你覺得是做對還是做錯 你覺得是七大點 還是做對還是做不對 那我們免費 因為證據 是不是都已經幫阿浩老師講話了 所以我們實在說實在做 禮拜四感恩節當天的盤後節目 阿浩老師就直接跟各位去印證了 印證什麼 來 禮拜四是不是感恩節 這一天我真的是非常非常的開心 也非常的感恩 我們所有的一個觀眾朋友 會員朋友 台金電 昨天全面多的 準 準 準 感恩節各位 你真的是大獲全勝 上面還有這個台金電 台紙期 金融期 電子期 全部都命中 全部都準 昨天全面多的 你是不是已經感恩節獲得大勝了 各位 這個只是流倉的部分喔 阿禮拜四這一天呢 9138 盤前掛架 再添一勝 各位 9138 盤前掛架 禮拜四感恩節 大漲的那一天 你還記得嗎 我直接拿證據 來給你看 來 禮拜四這一天 感恩節 阿浩老師進辦公室 8點18分 我們每一個會員朋友 一定都有拿到這個動作 因為我希望 我們每一個會員朋友 確實在盤前 就把這一個部位 把它掛進去 盤前掛架 9138 正負五點 偏多不變 各位 為什麼要在盤前掛架 開盤你就知道了 來 開盤發生了什麼事情 禮拜四這一天 開盤是開多少 9136 各位 開盤就是那麼一瞬間 9136 也只有在開盤的那一刻 你才看得到 再來直接就給你大漲99點 你再也沒有辦法去買到 9136這個價錢了 這也就是為什麼阿浩老師 在禮拜四感恩節這一天 要特別這麼早的發簡訊 給我們所有的一個會員朋友 請他無論如何 一定要用盤前掛架 9138 偏多不變 你唯有在盤前掛架 9138的多單 你才有辦法去買到 禮拜四這一天的最低點 各位 禮拜四感恩節這一天 是不是大紅燈籠高高掛 直接給你大漲99點 大漲99點 你如果有辦法 買在當天的最低點 你覺得你的收穫會是怎麼樣 阿浩明公 證據是不是直接幫阿浩老師講話了 好各位 禮拜四這一天非常非常的精彩 各位 所以當沖的不只是買在當天的一個最低點 阿如果是流昌的咧 來 證據直接給各位看 各位 禮拜四 1點29分 我們請所有的會員朋友 用收盤架 再進多一筆 並且做流昌的動作 這一筆是進在多少 9176 9176再度的進多方部位 並且做流昌 各位 那為什麼要進這個多方部位 我們所有的動作 只為了一件事情 我們要掌握機會 所以 禮拜四 9176的一個多方部位 禮拜五 在8點23分的時候 我們是不是請所有的會員朋友 昨日收盤架買進的多方部位 今天用盤錢掛架的方式 9205 把它做一個平倉出場的一個動作 各位 這一連串看下來 你有沒有發現 證據就是事實 證據就是你要的獲利 拿不出證據的都是假的 市場上唯一敢講在前面的 你再看一次 禮拜四 收盤架 進多單9176 禮拜五 盤錢掛架 9205 獲利平倉 這個就是阿豪一直跟各位去做一個強調的 無論如何你來到這個市場上 你不是來看熱鬧 你是來賺錢的 所以做對了 無論如何一定要有庭力的觀念 一定要懂得落袋為安 因為賺錢 所以各位好朋友 當你在看 從業人員 每天都說到白天 嚴重地的時候 很簡單 到底誰講的是真的 誰講的是馬後炮 講證據 講事實 講績效 敢拿出證據的 那個才是真的 不敢拿出證據的 那個都是假的 是不是一個非常簡單的一個判斷方式 所以各位好朋友 阿豪老師就是秉持著這樣的態度 在這個檯面上 與所有的好朋友 來做一個結緣的動作 所以各位好朋友 講證據 講事實 看績效的 各位 那你知道你該怎麼做了吧 你這一生最正確的選擇 一定要在股票期貨市場上 找到一個真的會幫你賺錢的人 並且投下你神聖的這一票 這個是你在這個股票市場上 期貨市場上 最重要的一件事情 所以各位好朋友 為什麼阿豪老師一直這麼強調 一定要講證據 因為證據 他會在歷史上留下痕跡 阿豪難道只是第一次 跟各位去做一個預告 第一次跟各位 給各位看證據嗎 各位 我們直接來看 到底過去的這一段時間裡面 阿豪老師 到底跟各位講了多少次 講在前面的 你如果沒跟上了 你又錯過多少的一個行情 直接看 因為阿豪老師相信 凡事走過 必定留下痕跡 那個痕跡就叫做證據 無關系做對 無關系做不對 證據都會講話 來我們來看這一段時間的一個行情 來這個是你操作的一個商品 從10月17號的一個低點 8497 一直到感恩節當天的一個最高點 9235 各位你會發現這個行情 它是不斷的往上去做一個發展 各位 如果在這一段時間裡面 你在四個關鍵的時間點 你可以去抓到重要的轉折 並且全力做多的 你絕對是這個市場上最大的贏家 這個是證據 凡事走過必定留下證據 這個是沒有辦法去抹滅的 10月17號 以及10月27號 11月17號 以及11月18號 各位 1 2 3 4 這四個關鍵的轉折點 如果有一個專業的從業人員 敢用他的一個專業知識 敢在電視上講在前面的話 各位 那就是你最值得信賴的人 來回過頭再來看 10月17號這一天 是不是殺到最低點 8497 各位 好 盡我所能的 我如果看得懂的 一定在這電視上 盡量能夠救幾個 就救幾個啦 能夠幫幾個就幫幾個啦 10月17號這一天 是不是跟你講 收盤意向 下週必定噴出 結果有沒有噴出 證據會講話 證據一定留下痕跡 禮拜五這一天 低點是不是來到了 98497 阿豪跟你講 下週肯定噴出 有沒有噴出 噴了267點 各位 那第二次壓下來 10月27號 不又是一個關鍵的時間點嗎 8592禮拜一這一天 如果有一個專業的從業人員 敢用他的專業知識 講在前面的話 各位 10月27號這一天 阿豪老師做了什麼事情 是不是叫你8600以下 一定要勇敢的全力佈多 當你在8600以下 勇敢的全力佈局 波段多單的話 你就粉末登場 準備看好戲 還不夠 10月27號這一天 阿豪老師是不是在這個電視上 公開的跟各位去做個預告 這個是我跟我們會員朋友 做的一個報告 我把它拿上電視上 跟各位去做個預告 配合選舉行情 至少上看600點的空間 各位 10月27號 有誰敢這樣子跟你講 10月27號 我們回過頭來看 10月27號 上看600點 真的嗎 真的嗎 來 10月27號 這一天是不是來到了8592 那算整數就好了 8600點 各位 8600點 再漲600點 代表是多少 要到9200 各位 10月27號 有誰敢這樣子跟你講 那後來有沒有達到 感恩節這一天漲到多少 9235 所以各位好朋友 真的有實力的 他敢跟你講在前面 10月27號這一天 跟你講8600 一定要勇敢不多 10月27號這一天 他敢跟你講 配合選舉行情 選舉之前 絕對讓你至少上看600點 從8600上看600點 各位 各位 有沒有真的在禮拜四感恩節 在選舉之前這一天 是不是已經讓你看到 9235點了 證據就是事實 證據就是你想要的獲利 拿不出證據的都是假的 不用說 市場上唯一敢講在前面的 是不是已經讓你看到了 還不夠 繼續看 11月7號這一天 是不是又是押回來的一個波段低點 各位 11月7號這一天 阿浩老師 是不是又在電視上 跟你去公開預告了 來 11月7號 禮拜五 是不是跟你講 下週噴出 一定要大膽買進 你不買進 我可是帶領著會員朋友 布局了這麼多 全面多的一個部位 各位 接下來有沒有噴出 直接看 11月7號 大膽買進的 後來狂漲243點 你覺得 你有跟上的 你是不是這市場上最大的贏家 好 我們就看最近的一次例子 最近的一個例子 波段低點是在8839 也就是在11月18號禮拜二的那一天 各位 我們再來回顧一下 11月18號禮拜二這一天 阿浩老師跟你講了些什麼事情 各位 各位 11月18號禮拜二 剛好是11月份的合約要去做結算 我是不是跟你預告 明日結算 肯定見紅收場 8900點再來一次 你懂得全力進場 全力不多的 把握時機的 你就是這一波最大的贏家 各位 老師有沒有講在前面 各位 有沒有講在前面 有沒有在11月18號跟你講在前面 來 11月18號跟你預告 是這一禮拜二 禮拜三 禮拜四 一直到禮拜五 我們就只有一個方向 全力加碼多 完全是講在前面 禮拜五的時候跟你做了一個回顧 各位 甚至到11月25號的時候 阿浩老師又再跟你講 多頭掌勢明天過後 無論如何 你就只有一個方向 壓回全力偏多 各位 禮拜三 要噴出之前 阿浩老師再跟你做一次最後的提醒 大紅燈籠高高掛 方向不清 你如果要往下槍這樣肯定掛 拉公沒有回頭箭 感恩前夕 無論如何 一定要多方部位建立起來 各位 是不是完完全全講在前面 一路多上來 結果讓你看到九千兩百三十五點 所以各位好朋友 不用講得太大聲 因為證據就是事實 拿不出證據的都是假的 這個是一個用卡頭巫 就可以知道的一個道理 所以各位好朋友 你這一生最正確的選擇 在於選選儀能 真的要找到股票期貨市場上 一個真正會幫你賺錢的人 投下神聖的一票 這個是你現在最重要的一個工作 我們先休息一下 你電話拿起來 投下最神聖的一票 等一下再回來 來 清晨一起發生原住宅的火災 啊 是住人用火災警報器 快把瓦車爐關掉 怎麼還有收音啊 快孫揮手出的時尊 他一偵測到有高溫或濃煙 會隨意發出警報聲響 後來有時間通知出來的人 趕緊逃孫跟他一一九報警 沒錯 而且自己動手裝便宜又方便 安裝住機器 安全無貨幣 請購買附有合格標示之產品 並記得定期更換電池哦 投資是門專業的事業 也是門良心的事業 固德投顧都有期貨 股票 雙正兆 是您投資獲利的最佳夥伴 入會資金專線 02-2578-3000 2578-3000 最專業的投顧 固德投顧 用心 用心 還是用心 是固德投顧給會員最大的保障 也只有用心 才能為會員創造最大的財富 免費資料索取專線 02-2578-3000 2578-3000 最用心的投顧 固德投顧 當您投資失利求助無門的時候 別失意 固德投顧秉持良心經營 專業投資幫助您 擁有期貨股票雙正兆 使您反敗為順的最佳利器 入會資金專線 02-2578-3000 2578-3000 最甜你的投顧 固德投顧 謝謝你的幫助 讓我們有一個溫暖的家 想幫助別人 卻不知道該怎麼做嗎 提醒您 多的空屋可以透過租屋服務平臺 租給有需要的人喔 不僅可以免費張貼租屋訊息 最高每年還可獲得 1萬元的修繕補助喔 目前已有6個縣市 加入租屋服務平臺的行列 請上網查詢 詳細說明 租屋服務平臺 愛屋及屋 內政部營建署關心您 內政部營建署關心您 所以各位和朋友我們不要把事情想得太複雜喔 到底誰說的是真的 誰說的是假的 很簡單的嘛 證據就是事實 拿不出證據的都是假的 這個是一個大家都講得通的一個道理喔 為什麼 因為凡事走過必定留下痕跡嘛 不管是做對或做錯 證據一定都會清清楚楚的告訴我們 來我們回過頭來看 這一波一路從8500點上漲到9000點以來的這一波 到底是誰敢跟你講在前面的 各位 我們在節目的上半段已經花了非常非常多的時間 11月17號跟你預告會漲 結果大漲267點 11月27號再跟你預告會大漲 結果硬是往上狂噴463點 11月7號是不是再次的跟你預告壓迴偏多 大漲243點 11月18號也就是距離這一次最近的這個 是不是跟你講當8900再來一次的時候 你懂得全力進場去佈局 去把握機會的 各位 大漲396點 你絕對是這個市場上最大最大最大的一個贏家 所以各位和朋友 凡事走過一定留下痕跡 因為證據會告訴你 誰是在講真的 誰是在跟你放馬後炮 所以各位和朋友 我們就舉最近最近的這個例子 我們錄影這一天是禮拜五對不對 來我們就舉這一個禮拜來跟你講好了 各位 這個禮拜最精彩的是哪一天 禮拜四的行情感恩節 當天是不是往上全力噴出 但是阿豪老師在感恩節的前一天 有沒有公開的跟你講在前面 大紅燈籠高高掛 你方向搞不清的 你如果去打開肯定掛 因為拉功沒有回頭見 感恩前戲無論如何 你多方部位一定要勇敢的把它建立起來 各位 阿豪老師是不是請我們所有的會員朋友 在禮拜三這一天 只要有波段多單的 不管是台積電 不管是台子期金融期電子期全部續爆 因為明日向上噴出 結果台子期大漲133點 金融期狂噴九大點 一點是一千塊 那這個就更刺激 電子期給你上漲五大點 一點四千塊 所以各位好朋友 阿豪是不是講在前面 那事後阿豪是不是就馬上跟你做驗證了 台金電 台子期金融期電子期 昨天全面多得準 準 還是準 感恩各位 真的是各位大獲全勝 再來 禮拜四當天 這幾筆當中 9138盤錢掛價再添一勝 來 9138 八點十八分 盤錢掛價 結果偏多不變 禮拜四這一天的最低點 不就是在開盤價嗎 阿你如果9138 你沒有在開盤前把它掛進去 你有辦法買在當天的最低點嗎 結果大漲99點 你是不是又是最大的贏家 所以各位和朋友 來到這個市場上 一定要心坦心亞 一定要有落袋為安 停利的觀念 阿豪在這個市場秉持著講證據 講事實 因為我知道你想要看的是績效 所以各位和朋友 你看完今天的節目 你知道應該做什麼事了吧 證據就是事實 證據就是你想要的獲利 拿不出證據的都是假 市場上唯一敢講在前面的到底是誰 你這一生在股票起貨市場上 最正確的選擇就是你要真的選選與能 找到一個真的敢講證據 敢講在前面的 會幫你賺錢的人投下你神聖的一票 這個就是你這一生最重要的一個選擇 現在就拿起電話 投下你最信任的那一票 也預祝各位好朋友 今年過個好年 我們明天見 本服務公司與所推薦分析之客 也有大證券 無不當制裁物利益關係 以往之績效不保證未來獲利 本節目資料僅供參考 投資人應獨立判斷 神聖評估並自負投資風險 明天見 病菌的傳播總在無意間 下班後享受幸福時光的同時 別讓病菌無意間 也危害自己最親愛的家人 用肥皂請洗手 守護最親愛的家人 投資是門專業的事業 也是門良心的事業 顧得投顧都有期貨股票雙證照 是您投資獲利的最佳夥伴 入會資訊專線 02-2578-3000 2578-3000 最專業的投顧 顧得投顧 用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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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還是用心 是顧得投顧給會員最大的保障 也只有用心 才能為會員創造最大的財富 免費資料索取專線 02-2578-3000 2578-3000 最用心的投顧 顧得投顧 當您投資失利 求助無門的時候 別失憶 顧得投顧 並持良心經營 專業投資 幫助您 擁有期貨股票雙證照 使您反敗為勝的最佳利器 入會資訊專線 02-2578-3000 2578-3000 最甜妳的投顧 顧得投顧 妹妹啊 去洗碗咯 媽媽說女孩不會做家事會被人嫌 爸爸說女孩讀理工將來會很辛苦 他們為什麼不對哥哥這麼說 SIDO讓女孩有發揮潛能 平等發展的機會 我可以當科學家 我可以做工程師 我甚至可以開飛機 我可以 你也可以 SIDO促進性別平等 讓世界更美好 我最喜歡從Datty媽咪出去玩了 但是 以前開車出去都搭好塞車 不過 2013年開始 不一樣咯 因為有神奇的交通俗語 再次